歡迎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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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竹編竹藝老師小三 他自己也有一個粉專 叫做三傑號 不知道為什麼會叫三傑號 我們等一下再訪問一下 小三老師 他今天帶來了一個 風車竹編的體驗活動 今天我們就是 要歡迎小三來跟我們講一下 他怎麼樣踏入這個行業 然後呢他又 怎麼樣從這個行業 可以怎麼樣 算是創業對不對 怎麼樣踏入這個行業 怎麼樣創業有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可以這個自己自助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那我們歡迎小三 嗨大家好我是小三 三麥的三不是 那個數字三的三 那老師為什麼要叫三傑號 三傑號其實一開始 有點像是我人生轉折點吧 就是會玩待續 他只是一個中場休息的階段 然後但後來沒想到說 原來他其實也可以發展成 一般的工作可以讓我餓不死 對 現在目前是餓不死階段 餓不死而且還嘆大集 還沒還沒 探探小錢也是有優看 可是我覺得一直覺得 非常欣賞小三老師的地方 是他其實喔 他今天來我一直看到一些小細節 就是他的做主編的工具 從剪刀到他使用的那個噴水的 然後到他就是做出來一個成品之後 他給就是每位手作體驗的同學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不是你做好就做好 老師他幫你做一個做 然後你回家還可以把它插上去 我幫你開光安座 對有開光安座加持 這每一隻都是小三老師親手這樣碰過的 然後他的剪刀也是超可愛 就是那種就是 斷鐵的剪刀 對斷鐵的剪刀 所以他這個人就是 這樣的一個老師一走進來 他的東西這樣 就很像那個 有些道士道長一走進來 他的東西這樣擺出來 你就會覺得喔 這個應該是 有一些那個那個 人家說生死傑 他一拍句就說 這生死傑有夠喔 對所以我就偷偷發現 你這個人應該是會很注重小細節的人 對不對 這是跟你學設計有關係 有關係 然後再來其實 我覺得傳統工藝 他的基本技法是 大家學的都一樣 基本功都一樣 但你要怎麼跟別人 跳脫出那個框架是 很多是細節需要 可以輔助你的 對 所以在細節這塊 也是我在 組工藝這塊 我滿注重的 那你怎麼從一個 就是 因為你好像是念 服裝設計的 對 從高中到大學 都是念服裝 那服裝設計這個東西 然後怎麼會踏進 就是 組工藝的這個領域來 這算是物交損友吧 哈哈哈哈 就是認識了一個 在做地方創生的青年 然後他後來返鄉回去做 國族亞刷 元泰族藝社 對 家鴻 然後他就介紹我去 族生活文化結會裡面工作 那一開始只是 負責幫忙做設計跟企劃 然後 因為通常開發產品 你也需要了解它的製程是什麼 所以就有跟工藝家學說 怎麼製作 然後 所以進而就是 有學習到族邊這項記憶 而且是很扎實的學 所以你當時候 你的家鄉在哪邊 我的家鄉在南投 南投 是竹山嗎 南投市 南投市 對 南投市 但是我學的地方是在竹山 喔 竹山 所以你的整個工藝背景的 這個記憶的養成 就是在竹山那個地方 對 那你有 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竹編有說 就是我師誠那一位老師 那個脈絡會很明顯嗎 因為有時候音樂的難管的 他就說我師誠誰誰誰這樣 的確是有這樣子的分法 對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是學徒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說 而是學習到哪個老師的門牌 對 因為 可是就是會有 我們那時候在協會的時候 會有分哪個老師 然後一個負責教基本編法 一個負責教引導創作 對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你的這個服裝設計的這個訓練 讓你在創作上面 我常常看你的東西很新穎 就是有別於一般我們看到的主編 像這個小風車 然後之前有看到老師做那個 胸蝴蝶 對對對 胸針 超級可愛 然後跟有時候你做之前那個光照 我自己也是很想買 就是那個光照 台燈 對 台燈的光照 就會覺得 老師做的東西好像都是一些 我們比較常看到主編的可能是籃子 對 那樣的東西 但是你是怎麼樣的創作發想 就是這些東西跑出來這樣 我覺得其實念服裝 念設計這塊幫助我蠻多 因為其實我們以服裝來講好 我們講說合不合身 這件事情就會影響到美感 或是比如說這個裙子或這個褲子的長度 差一公分看起來就是不對勁 對啊 因為阿丹每次都是差很多公分 就是一直都是好近喔這樣 美感就不好 所以... 那有可能是縮水啦 衣服縮水 通了就縮水 老師人很好 對 材質不好 買太便宜 對 所以就是其實 加上其實在學習服裝過程中 不是只有製作這一塊 它也會包含就是創作 所以你會去了解到除了布料 其他的材質 對 那其實這些東西也補助在我在 使用在主編上 比如說有些東西我會用銅去取代 比如說提把的軸承的地方 轉就是轉接的地方 會用一些金屬 那除了它讓它看起來有液材質衝擊之外 另外一個方面是 它可以取代掉天然纖維那個脆弱的特性 喔 所以這樣子的轉化 就會讓它整體的 不只視覺的這個美感增加 實用度也增加 對 然後我之前有看到老師的粉專 就是有PO一個是籃子 好像有比較年輕的客人跟你訂 制物籃還是提籃 然後你上面是用一個皮的材質去把它編織成 然後所以我就會很好奇說 大概現在跟老師訂的這個客人 是不是都主要是年輕族群 就是還是要有基本的經濟基礎 對 可是沒有到非常的像大學生那樣就不太有可能 因為通常大學生追求是所謂的潮流 對 那你有工作了 你開始賺到自己的錢了 你想好好善待自己 你會進入 就是開始會自己篩選自己喜歡的生活風格 然後也許有些人就是他喜歡自然風格 他會去買一些棉麻絲 那些材質的衣服 那進而他在生活用品的選材上 他也會追求自然 對 然後或者是手工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蠻多來定制的客人 都是有想法的客人 他對生活有體驗的 比如說那個買提籃的客人是他本身 他之前上一個籃子就是竹編的買菜籃 對 可是竹編他傳統的提拔也是用竹子做 然後用藤去纏 那個缺點就是太細 他如果背中的東西會很勒 很勒肩膀 對 所以他就希望可以換成皮的 對 然後也可以有一個長背帶可以側背 可以幫助他買菜 對 然後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協調好幾次 比如說 他會裝到多少東西 然後他 他一個禮拜用幾次 然後 或甚至說 他 他 高度要多少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協調 然後進而去選擇 說用什麼樣的編法去做 所以這些客人本身就有想法 對 他有基本的 他很 我覺得通常 對自己生活有觀察的人 或者是享受生活的人 他們都會有所體驗 就是他們知道 他們清楚知道自己需要 或是他們想要是什麼東西 嗯 這個是很高定耶 很棒 在 在那個服裝裡面 這是不是就是真的是高定 量身定座 量身定座 對啊量身定座 對 然後就是我有耳聞 就是老師之前有PO一個文這樣子 就是因為 找您幫忙設計定製這些東西 就是我覺得就是 可能以服裝來講就是 LV等級已經是精品等級的 所以精品等級 他的價格一定不會是很 就是一般的 他一定是有一個 有一個價格在 所以老師就是有 竹編界的那個 桂倫美的 小稱號 桂倫美這樣子 老師自己有寫一篇文啊 因為他之前 我就看你有分享說 就是有那種 可能來逛市集 然後他就說 就是好像嫌老師 你賣這麼貴這樣子 然後老師就有把他就是 其實喔 你就只看這個小風車 這真的要幫老師那個 說明一下 就是你看這個小風車 你看起來就是 就是這樣竹片 可是你知道這個老師 他前置作業消這些 消了多久嗎 老師你來說明一下 就是每一片竹子的薄度 一般來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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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織的材料 飽度平均落在 0.5mm 就是0.05公分 那麼那麼薄的 那是你 你是要這樣子 手削 對 但其實風車這個材料 是有機械補助 對對對 但是其實比如說 像我們在前置處理 比如說我們在做風車的鐵絲 或者是說 那個 那個 底座 那些都是要手工去裁的 對 那也是蠻花時間的 那其實 我 竹編 任何編織都是 就是他從一開始起步 在取材料的時候 就是關鍵 如果你一開始在處理材料 處理的不好 以後 後面記得編 編得再怎麼精細 那個材料就會顯得 那個整個層體 整個層體就是有點粗糙感 那 就我講說 做一個就是籃子 我們很常看到的可能 呃 40公分乘50公分那種手提欄 就這樣手提欄 你從取材到它做設計 到它做好 大概製程是多久 看每個材料 數量不一定 但是如果 一般來說 如果從取材料到製作到 不含設計時間 製作的話 差不多平均會落在8個小時 8個小時 就是你毛起來做 不滑手機的狀態 就是 沒日沒夜的 不回訊息 對 天啊 8個小時 那8個小時 你們憑什麼在那邊顯跪 還要罵人家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今天去 因為我們可能現代人 都被快時尚給感染了 就是影響 這快時尚文化影響太多了 所以就會覺得 我取得這個東西很容易 然後要把它丟掉也很容易 所以快時尚進而產生的可能就是 人類對生活的麻木 就是 然後進而也造成一些環保的問題 就是買很容易然後也丟 可是你看以前 阿嬤他們用一個手編的買菜籃椅子 那都會用超久 我記得以前我老家的那個椅子 就是那個藤竹一起編的 然後那套椅子呢 就是從我小學的時候 到長大我姐姐嫁人 都是做那套椅子耶 可是你看現在的沙發 也是很快兩三年四五年就會 就會開換這樣 那種藤製品 那種竹製品大概幾十年都OK 對啊 對啊 其實應該是說 就是傳統在材料的成熟度 他也會篩選 比如說他竹子一般來說 從生長到可以使用差不多三到四年 那時間太短就是他纖維不夠強韌 然後時間太久 他纖維已經老化了都不能用 所以他們傳統在做的時候 都會材料熟成度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材料處理 然後最後是編製收尾 這些都還蠻注重的 那這些層層累積的扎實的步驟 就是累積他耐不耐用這件事情 對 所以這一開始就很重要了 對 在取材的時候 取材的時候就很重要 跟蓋幫子一樣 第七一開始 那所以我們這些竹子都是用台灣原生的竹子嗎 對 台灣的貴族 貴族 就是那個貴花的貴 貴花的貴 喔 用台灣的貴族 那通常他的產地也都會是在祖山的地方最多嗎 中北部一帶都是以貴族為主 比較多貴族 所以老師如果你通常去取材原料的話 你們藝術家是需要真的去竹林裡面撤掉嗎 因為其實竹山本身有一套買完 在過去買一套買完整的竹產業 比如說有人負責去山上取材料 然後有人負責孕下來 有些人負責剪料 對 然後有些材料是適合拿來做筷子的 有些材料適合拿來做餐具 或者是做其他東西 然後有些是拿來做編織的 對 因為他竹子每 竹子一整跟他每個部位跟運用的地方都不一樣 透過他的材料的長度啦 或者是說他的厚度 可以去決定他能用在哪裡 對 所以 欸 幹什麼 所以就是你們藝術家是不需要去測電話的 不需要 不需要 對對對 但是有些 有些 其實 如果你 也是會有一些創作者 他是習慣自己去取先的 去山上取材料的 對 但是其實 我用的材料基本上工廠會幫忙水煮殺青 比如說 前期把 主管內 可能殘留的蟲軟去除掉 或者是說 進而做煙燻處理 讓他有一個咖啡色的色澤 然後並且帶著煙燻的香氣 對 會有工廠幫忙做這些 因為 他會有相對的 比如說廢氣 排放的問題 或者是廢水處理的問題 所以 會有這樣子的產業鏈 我覺得這也算是比較健康啦 因為 我們就可以好好 取 好好的剖竹 好好的作夢 不用去山上餵蚊子 OK OK 對 那這樣子 我有一個好奇的疑問 因為 像有時候 有一些老人家都會說竹子容易發霉 可是為什麼 老師你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 就是他就是這麼耐用 可以用那麼久 然後 是不是他中間 就像你剛剛講的 那關鍵煙燻 還是有泡什麼樣的 就是 其實這些都可以輔助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使用這件事情 就是 人都會死了 東西都會發霉 也會腐敗啊 所以就是 其實 我覺得可能跟過去的建築有關係 比如說 傳統的主道具會存放在 比如說 灶咖 那個 廚房會長期的燃燒柴 那其實那個環境相對的濕度比較低 然後他們也會架高 放 那通常通常放比較高的話 他的環境濕度也比較低 對 他們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 他會放在一個通風的地方 因為傳統的房子是比較通風的 對 那其實在環境通風 然後 濕度又不低 不會太高的地方 其實你又常使用 更換那個環境的濕度 他就不會發霉 OK 對 那老師我想請問 就是 就你的品牌啊 三姐號 你最 就是 賣出 或者是人家請你訂做 最高的 那個 就是 銷售率最高的產品是什麼 嗯 嗯 我想一下 應該是 台燈吧 台燈 台燈 那如果你給現在的年輕人 想要接觸這個 足工藝的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現在的 不常接觸傳統工藝的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這東西很美 嗯 然後不知道怎麼使用它 所以 你能不能給一些入門的建議 給這些 想要來 把生活的質感找回來的年輕人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怎麼樣去欣賞 怎麼樣去購買這一些 就是作品 這樣 嗯 嗯 基本上 竹子 竹器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收納道具 或是成裝道具 像也是會有客人去買提籃 他就去裝書的 啊 他是矩形的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立著放書 對 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 當成洗提籃 他就是真的來放脏衣服的 對 因為其實現在人 家庭小 很漂亮 現在家庭也少 人數為那麼多 我不用一次洗那麼多衣服 對啊 當洗提籃 我是覺得有點過移不去 那我覺得 我聽過 我覺得最 最享受生活的人 是因為他 他居家環境 布置是比較自然風格的 那他有一個快鍋 就是那個壓力鍋 對 那其實也是節能嘛 對 那他覺得壓力鍋的顏色是金屬色 跟他的環境不搭 他想要買一個籃子 來裝他的壓力鍋 就是給壓力鍋的家 一個家 對 讓他跟環境不會差太多 然後請老師訂做 編一個籃子 對 那你會說 你也不再尊重我 我是桂倫妹耶 我怎麼可能編你鍋子的家 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其實他 你不用想說他是要 只能單一拿來用什麼用途 就是他其實他的 他的用法很多元的 他其實甚至可以拿一裝食物 但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你可以鋪烘焙紙 那如果你要環保的話 你可以鋪瘋蠟布 可以重複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去取 院子裡面的葉子 葉子 比如說月桃葉 無毒的啦 不要吐菇波 菇不會會死人喔 對 但你有推薦菇波 又可以用嗎 不行會死人 那會死人 對 像是這樣子鋪的 我覺得這樣子 比如說就是你裝一些雜物 或者是你裝點心 其實這樣擺起來都很漂亮 對 對 所以這個 我們三傑號這個品牌啊 給人 剛剛有講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 感覺老師也不設限嘛 就是如果大家來跟你訂購啊 或者是大家來請你設計 好像你也不設限 那你給人家這個三傑號的這個品牌 你覺得你的這個品牌 想傳達什麼樣的故事或風格 給你的就是喜歡的粉絲 我那時候在創品粉絲專業的時候 我也給三個那個hashtag 我就是第一個是使用自然 然後 取自自然 然後使用自然 然後鮭魚自然 就是這些東西是取自己大自然解的 比如說老闆無精劍也是 就是他沒有過度的認為加工 那你可以很自然的使用 就是你不用想說 擔心他會壞掉 或者是說他會發霉 因為只要你有使用 或是你有在做 你有在做維護這件事情 比如說如果不小心碰到 不小心碰到甜的東西 那我們盡量可以用水洗完 然後在室內晾乾再收 對 然後鮭魚自然是如果真的 不小心真的是被 比如說被車碾壞了 我就說 他真的是被蟲住了 那我們是可以把它埋到土裡面 讓它回歸自然的 甚至不用到分燒這樣子 所以平常要怎麼維護 一般來說如果是裝食物的話 我會 我在出貨前 我會先上一層蜂蠟 蜂蠟 那個目的就是 為了可以基本的防潑水之外 另外方面是可以讓毛細工 阻隔直接結束到空氣的水氣 對 那其實它跟木頭一樣 它是慢慢會被吸收進去的 還是要定期補的 對 蜂蠟就對了 對蜂蠟 如果是使用的 譬如說椅子啊 或者是有在使用的 那你就常使用它 但是如果沒有足椅的話 千萬不要 你知道 現代人都喜歡 翹兩隻腳做椅子 對 那個很危險 那除了你會甩死之外 那個椅子結構也容易壞掉 會變形 重量分布不去 對 因為其實竹子本身是 縱向纖維 它容易一裂就是整個這樣裂開 對 木椅還反而比較安全 可是我也是不建議大家 木椅翹一隻腳做了 就是你就好好做 對 那唐椅 唐椅你知道怎麼那麼唐嗎 對 就沒有差 就沒有差 就是沉重問題 可是基本上 我覺得還是歸於 就是你要嘗試用它 因為嘗試用 你可以觀察到它的變化 比如說 它是不是有點微微的發霉 那個擦掉還可以繼續用 對 白白的 可是如果是長到黑霉般的 那就是有毒了 就不要用 OKOK 我個人覺得 小山老師是在傳統的這個工藝跟當代之間 他轉譯跟對話都做得很好的人 包括他的成品也受到年輕人的喜歡 然後同時他又能做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的讓人家體會到主編的 他的困難 他的那個技法的那個精釀 因為我們剛才自己試做真的是蠻難的 然後所以就是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像我覺得老師你走的這一路上 我覺得你做的這個路很對 那你會有什麼建議給一些 就是想踏進這裡的一生 我覺得首先要很感謝我家人 他們沒有 欸現在得奧斯卡了嗎 很堅決 這樣 這很重要 如果你家庭的經濟需要你幫忙承擔 那你真的沒有辦法投入這項工作 你沒辦法全新欸 就是還好就是我爸媽雙腳健全 他們有自己的工作 他不用靠我養 然後他們也很支持 就是他們知道我在做我喜歡的事 然後他們也看得到我在做對的事 他們就很開心 可是就是也是會有一些人 他可能家裡不是這麼 這麼讓他可以這樣自由做自己這樣做的事情 對 然後其實現在其實我覺得 你的資訊發達這事情幫助很多 就是你可以在連書的YouTube 找到學習的影片 對 包括比如說 有些日本的工坊也在做教學 他們會把他們基本編法放在YouTube上 對 然後你相關的資料也會有書 最近之前台灣有出一本主編的書 對 這些資料都找得到 然後甚至社區大學 像鳳山社區大學 也有老師在教竹編的課 從很紮實從基礎開始學 然後竹山也蠻有趣的喔 竹山正公所 他們在每年的暑假的時候 他們會辦竹工藝延期 超便宜 一學期一千塊 很節費喔 一學期是人家一節課的錢耶 就是還好政府有補助啦 好扯喔 對 因為我之前就有特 就是覺得做編織 覺得做得很累 我想說那我去學一個主家劇 對 然後學完之後就哇 竹編好輕鬆喔 因為主家劇更辛苦 是他們必須要蹲在地上 因為他通常材料都比較長嘛 你在桌面上不好吃理 他必須要在地上 然後著凍啊 然後消飽啊 烤彎啊 然後竹丁做一層椅子這樣 喔 所以現在竹藝產業最多的 還是在南投竹山嗎 對 南投竹山 然後 新竹桃園一帶也有 然後 然後台北也有老師在做 那南部呢 南部的話 對 差點忘記了 南部 那是哪裡 龍旗嗎 龍旗 是嗎 對 龍旗那邊 有那個 台南竹會 他們也在做推廣教學 對 他們甚至也有辦那個證照版 竹編有證照喔 欸什麼證照 國家檢定證照 所以就看編多快嗎 不是 比速度這樣 就是 就是看你有沒有基本 就像我們做什麼 中餐檢定一樣 你有沒有基本 處理材料的技能 然後你在 比如說給你限定的規格 你有沒有做到 然後你做的工可不可以 就是你做來起來 產品有沒有符合標準 欸我現在才知道 就是竹編有這個國家檢定 有竹編證照是一級 單一級 沒有分加一秉級 就是只有一級 哇喔 所以他有專門在訓練這樣一身的班 就是說你可以 就是像考中餐或什麼醫美這樣子 對對對 但當然是我們以工藝類群來講 就是說你學一定是 如果你一定會做的話 你一定從頭開始學嘛 對 那其實有些證照是可以 就是幫助你確認說 你有沒有每一步都學得很紮實 對 比如說你處理的材料厚度 有沒有達到標準 對 你自己最喜歡 就是你會很渴望別人跟你訂 然後你自己也很享受那個製作過程的 你可以講一個嗎 選一個而已喔 一個喔 對 我想一下喔 嗯 嗯 登照吧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會是八角邊提籃 八角邊提籃 我很愛做矩形的籃子 就是因為我很愛逼自己 比如說每個孔木都會要求 比如說材料 材料跟材料之間間間隔是兩公分 下一個間隔是0.5公分 然後就是我會拿尺來量 然後每一個量完之後 然後我會量圓 就是整個籃體的周長 有沒有跟那個落差 落差只能到0.1公分整圈 就是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很挑戰 因為就覺得 哇好爽喔 一直這樣逼自己 老師 因為你這樣子的個性 所以我就覺得造就了 你今天刪減號這個品牌的成功耶 對 因為如果像阿丹的話 他不在乎阿 就是0.5跟5公分 差不多吧 你也差太多了吧 沒有 你知道我剛才老 我跟你講老師做出來的這個超可愛 他就是一個像就是芋頭書這樣子的一個很可愛的那個形狀 然後你就可以看出他每一個那個 我就覺得他這個如果裡面可以打燈出來的話 那個光影很美 然後他一定會是間隔是打出來是一樣的 然後可是我剛第一次看阿丹做的時候 他那個芋頭書是感覺可能有被東西壓過 你說先爆出來的芋頭書 對就是有爆漿過這樣子 所以我剛就是看老師製作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有耶 就是我不知道這是真的你學設計的關係 你好像有某種強迫症耶 有某種強迫症 就我不好意思要這麼說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是稱讚耶 對我來說強迫症 真的阿 就是我 我覺得每個東西在他每個位置會讓你有安心的感覺 那當然我覺得編得很很精準的 我覺得某部分是 他的優點是你可以確保沉重 他是平均的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甚至有時候我雖然量完嘛 但是因為其實本身組織他不是完全筆直的 他在結的過程 就是他只要過那個結 他就會稍微彎去 所以他只能達到相對的筆直 那比如說我做完之後我除了量完之後 我會再用拍照去看 因為有時候視覺會有 你要躲避自己我就問 就是有時候人會被自己眼睛騙阿 你看起來很直就對了 可是你用相機一拍完全就是歪的 但鏡頭也會騙你 但是其實 確保說別人拍起來也是這樣子 對 就是確保 他都要拿尺量了不然你還要怎麼樣 對啊 很扯 上次有時候阿智就是畫彩繪的 他有時候畫人臉 他會打完稿之後 他會像自己拍然後翻轉 看那個臉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種個性造就你們在這個產業 今天的成功 對才會有這個 如果像我們這種的話 就是不適合做這個 可是我覺得體驗這件事情 體驗自己做不到這件事情也是很棒的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地方做不到 可是這個地方我可以很好喔 那也是自我肯定的一部分 老師我講不到 哈哈哈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遇到困境 因為我覺得你的這個強迫症驅使的作品 跟這個品牌的完美跟大家的喜歡 可是我覺得一定還是會有因為這樣子的性格 像太低自己或什麼 或者是你這一路上 難道都沒有困境跟困難嗎 有阿 困境就是時間不夠這件事情 就是我的公司已經拉很長了 我大概平均 早 我大概7點起床 然後我大概11點到家 蛤 就是因為財道處理很花時間 然後加上我是一個享受生活的人 就是每天一定要沖咖啡給自己喝 然後就是盡量三餐有一餐是自己煮的 我覺得這部分是療癒是我啦 對 然後其實一方面也是增進自己觀察生活這件事情 對 然後 就是 因為通常你一個人的時間就是24個小時 那你每件作品都需要花時間 所以你能分配的事情 你不可能只有一直去做那些CP值高 就是 就是也許來說利潤比較高的東西 不可能 因為你還是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做的 對 所以 目前困境之間是覺得說 我每天都在趕東西 然後 趕完 即便你順利的趕完了 可是你去4級就不一定賣得掉 對 或者是你去寄售點 他可能會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賣得掉 那老師在那邊有寄售 你先講出來 讓大家知道一下 目前的話 高雄的話 在延 那個 延程的 柏月白 柏月白 這個 在大義倉庫那裡 大義倉庫的柏月白 一個茶空間有寄售點 那 在台南呢 你全台灣的寄售點都可以講出來 我們可以幫你練 但大家其實如果有興趣可以搜尋臉書啦 直接搜尋三解號 三解號主公就找得到 像 你比如說想要訂製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直接跟老師聯繫 或者是如果你的 像我們工作室今天是請老師來開課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想要跟大家介紹的 比如說老師之前做胸花那個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跟一些好像有些學生會請你就是一地上課對不對 對 我個人之前超浪漫耶 就是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上主編課這樣子 對 天啊 我就覺得天啊 這是很質感的一個 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生活方式 也是一個學習記憶的方式 然後那個課 就看到老師拍他的學生 在編的那個過程這樣子 然後氛圍也都是很棒的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對我理解老師的品牌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告訴大家怎麼樣找回自然生活方式的一個媒介 你覺得你同意我這樣說嗎 我同意耶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學習做這件事情 他當然做完之後 他如果你沒有這些情境去輔助 他也許會不知道回去該怎麼使用 或者說他可能會對於生活 應該說我會去帶去引導他想像生活這件事情 比如說有一次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我有做一款聖誕樹的燈 那其實我在課 就是 在環境部上我還蠻用心的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只是來學習這張記憶 我是希望大家在課程中是有體驗這件事情 體驗生活這件事情 體驗生活 對啊 體驗生活 然後製造出你想要的生活的質感 對 那我就覺得三節號他就是 本身老師你可以開一間宮廟 就是引導 引導人家去想像生活 這不就是 問事 問事啊 對 引導那個神人之間引導你去怎麼樣實踐未來 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事情 好的 那今天我們先 我們非常謝謝小三來到我們現場 因為小三的客席是都爆滿 而且他平常就是很忙 要去取材 要去辦事集 要製作這些工藝品 對啊 所以非常謝謝他今天還花了這個時間 來跟我們聊聊這個主編跟主義的一個生態 還有他自己破綁的一個生命經歷 對 超棒的 我們今天謝謝小三老師 謝謝 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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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